好了 早上的九点钟了 那现在仍然是周六的早上 我们一起来上今天的直播课 各位同学应该也都进到了直播间里面来 那今天开始我们来继续讲解 审计教材的第一边 第三章审计证据的第四节 那上面一讲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三节叫做韩正 韩正这个内容我再说一遍 他在每年的考试当中 是一定会考核到检查题的 那分值就是六分 所以韩正 大家必须要作为绝对的重点把它掌握好 那无论是考A卷 还是考B卷 那至少总有一套试卷 有韩正的简答 所以大家未来拿到只做好题之后 那只做好题当中也有比较充分的 韩正的简答题 不光在课后练习的题目当中有 后面还有韩正的专题 所以等到我们学完了第三章第九章 十章十一章十二章 把韩正全书所有的知识全部都学完的时候 我们再对韩正的内容 做一个专题的突破 那这样的话大家解决简答题 应该来说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这一节我们来学习第四节 叫做分析程序 这节的内容呢 我首先告诉大家 平心而论 它在第三章当中 应该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它肯定比韩正要难一些 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理论性比较强 而且相对比较抽象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的一个办法是什么 大家为什么觉得抽象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你没有在事务所做过 你没有做过实物 你并不知道在实践当中 这个分析程序到底该怎么用 所以你感觉看不见摸不着 那学起来呢 就是干巴巴的理论 所以抽象 那于是在今年呢 我给大家在打好基础 以及大家现在拿到的讲义当中 在本节结束的时候 放了一个典力研习 三杠十六 三杠十六是今年的书 特意全新加进去的 加的是我经过我的实物经验 为大家改编的一个 关于分析程序在实践中运用的 真实案例 当然做了一些简化 那通过这个真实案例 能够把这一节的内容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串一遍 大家应该会觉得 学起来就比较舒服了 这是解决抽象的这个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好了这是学习 然后呢各位同学跟着我来听一下考试 分析程序在每年考试当中 这是一定会考的 毋庸置疑 必须要出题的 关键就是出什么题 这两年来看呢 应该来说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 每年应该考一道单选 或者考一道多选 分值在一分到两分左右 考没考过简答题呢 历史上也是考过的 但是最近五年 只考过一次简答题 只考过一道 那么除此之外 考的都是单选和多选 那我个人认为啊 大家在今年掌握的时候 主要呢还是从单选和多选的角度 去把握就行了 好考试和学习方法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这一节开始之前呢 首先我给大家说第一个问题 叫做分析程序的目的 所谓的目的 它也叫做运用环节 那说成大白话 就是分析程序 用在哪 所以这个你可以写在旁边 那么用在哪呢 我们不妨通过脉络图 一起梳理和回忆一下 我们在上面解课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什么叫做分析程序 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说人有两件宝 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 大脑会思考 这就叫分析 那分析些什么 分析无非是数据 指标 关系 趋势 异常 分析这些 你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 也没少分析吧 什么把这个月 我收入了多少 支出了多少 画个扇形图 画个柱状图 你工作中给领导汇报的时候 列个表格 画个折线图 这不都叫分析吗 没什么难度啊 不要想太复杂 那审计当中的官方定义 把分析程序是如何定义的呢 把它的落脚点 落在了两个字上 这两个字叫做数据 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说分析程序 其本质指的就是 对数据进行分析 那再问自己 什么数据 第一种情况 是财务数据 与财务数据之间的关系 能举个例子吗 很简单啊 比如说收入和应收账款 这就是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 能够计算出什么 叫应收账款周转率 没问题吧 还有呢 收入和成本 这叫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 分析出什么 这叫做成本率 或者说毛利率 这就是财务和财务 还有呢 比如说财务数据 与非财务数据 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做分析 我上次举个例子 比如说收入 比如生产线 生产出来的存货 以及这个生产线 本月的耗水量 耗电量 用了多少度电 用了多少吨水 这是非财务数据 那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行业内 我们有一份行业研究报告 告诉说这个行业 未来发展的前景增速 这可能是非财务数据 经济指标 财务数据呢 我作为被审计单位 我在这个行业当中 我也是一员 那我的收入增长了多少 这叫财务和非财务数据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分析程序的数据 有两个维度 两个口径 这个大家把它把握好 好了 明确了定义之后呢 我们来清楚 说那这样的程序 我们可以用在哪呢 其实我们在第二节当中 给大家专门介绍过 而且我们把七个程序 分析程序是七分之一 都列了一个表格 告诉你说可以用在哪 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首先第一个 分析程序 它其实用在了风险评估当中 对吧 这是咱们学过的 风评 这必须要掌握 这是基本知识 还有呢 实质性程序 这是可以用分析的 那这节课 咱们再补充一个 叫做总体复合 所以我们在这写 一二三三个维度 这叫分析程序的运用环节 当然也叫做运用的目的 就用在哪 这叫目的 前两个咱们在第二节的时候 学过了 第三个是我们这一节 新学的知识 什么意思你别着急 等一下我带着你串一遍 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 那分析程序不用在哪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专门强调过一个 我们说分析程序 不用在控制测试当中 这个学过吧 好了 这个脉络图咱们梳理完了 然后接下来问题是 考吗 考 考的概率高吗 很高 考什么题 单选或者多选 甚至多选题的概率非常高 怎么考 说以下各项中 哪些属于分析程序的目的 哪些属于分析程序的运用环节 A B C D 是不是正好四个选项 给你凑在一起 考一道多选 所以各位同学 这道题 咱们首先基本概念题 是一定一定一定不能丢分的 接下来问题来了 那分析程序 为什么不用在控制测试中呢 咱们要从定义 从追本溯源的角度 去来理解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分析程序 用作风险评估 那问题是 什么叫做风险评估 你回答我 叫做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其环境 所以风险评估的精髓 就是了解 那在了解的过程中 我对数据来加以了解和分析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数据的变动 趋势 指标当中 能够找到风险点 这不就是风险评估吗 那为什么要用在实质性程序中呢 什么叫实质性程序 你再跟着我说 把关键词一定要说出来 叫做找错报的程序 找寻重大错报 那分析程序 通过分析数据之间的关系 趋势 指标异常 发现一些差异例外的情况 那很可能就找到了错报 什么叫做总体复合 说实话 总体复合叫什么 最后看一眼战场 是这样的 在结束的时候 我对财务报表的总体 再扫一眼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其实这个粗略度 或者汇总度 有点像风险评估那个阶段 我大体上再看一看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也可以用分析 再看一看 我放心吗 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没有我们没发现的一些情况 或者异常呢 所以也可以用 控制测试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控制测试 针对的是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 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运行 而分析程序 针对的是数据 那么规章制度这个地方 和数据口径不太匹配 所以控制测试当中 我们为了验证 内部控制 规章制度运行的有效性 我们往往不用分析程序 所以大家把这些话 说给自己听 好了 讲到这儿 理论算是给大家讲完了 但是我相信啊 在座的各位同学 视频前的你们 你们对于分析程序 到底怎么用这件事 应该是模棱两可的 甚至呢 比如说你听去年的课 或者你看很多很多的材料 市面上都不会有人告诉你说 那分析程序到底在实物中怎么用 你还是会觉得 晦涩难懂 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呢 大家现在跟我一起打开 打好基础的第68页 输在68页啊 讲义当中呢 是点例研习3-16 对于这个点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分析程序在实物当中 那究竟是怎么用的 通过这个例子 我带着大家 把这个运用过程 全部串一遍 再开始学习 今天的这节课 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会觉得 哦 原来分析程序是这么个意思 咱们来看 点例研习3-16 我说分析程序这节的内容 对于初学者的同学们来说 难度相当高 最主要的原因 理论抽象 大家没有实物经验 那大家没有 因为我是做实物的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放在这 我们一起来切实的感受一下 分析程序的运用全部的环节 那么下面的这个案例呢 咱们一起来阅读 来理解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环节 叫做风险评估 假设A注册会计师 担任甲公司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的项目合伙人 甲公司干嘛的 干酒店的 那2020年 我们再教材是二某20年 我后面就读2020年8月份 A注册会计师和甲公司签约 8月份承接了业务 这要完成了初步业务活动 没问题吧 10月份的时候 甲公司管理层 向A注册会计师提供了 1月份到10月份 这1到10的财务数据 由此预测的全年的数据 1到10月份给我们了 是不是除以10乘以12 那不就是全年的吗 所以你看做了一个基本的预测 那我们学习的审计方法论 叫做风险导向审计 那A注册会计师就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集结环境 从而进行风险评估 我们绝对不能说眉毛胡子一把抓 我们要哪里重要审哪里 哪里风险高 我们要把审计的资源 投入到这个审计的方向当中去 这是我们在第二章学过的知识 那我们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呢 说A注册会计师了解到 说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甲公司将旗下各个酒店的门市价格 普遍下调30% 你看这个数据有了 这是我们在风险评估这个阶段 告诉我们说 说门市价下调30% 为什么把门市价下调30%呢 目的是为了维持入住率 保持大体不变 这个是基本保持恒定的 这是不是分析程序 我们了解到的数据呢 好了 经过这个数据 来我问问大家 你能够分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什么样的指标或者趋势呢 说单价下降30%了 入住率基本没变 住的人还是那么多 酒店的客房 基本上过去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只是单价下调了 来 那结论应该是什么 你合理预期收入应该是下降的 是这个道理吧 这叫大脑的思考 这不就是分析吗 那如果你预见到说收入应该是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管理层不是给了你一份报表吗 那报表上我们来看一看 实际上我们拿到这份报表收入呢 是不降反增的 那这叫什么 两个字叫做异常 异常在审计中就意味着风险 咱们先来学习回顾一下前面的知识 就这些信息 你帮我评估一下 营业收入这个财务报表项目的什么认定 存在重大挫暴风险呢 来 答案告诉我 写在评论区 答案是什么 应该是收入的发生认定 因为很可能收入被高估 被虚构 那你看 小金老师刚才带着你来讲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问问大家 你们运用了什么程序 能不能告诉我 答案是不是很显得啊 我们运用了分析程序 达到你分析程序的目的了吗 当然达到了 为什么 目的什么来着还记得不 叫做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出来没有 评估出来了 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所以风险评估这个阶段 咱们就把分析程序用完了 来 有没有发现 理论是不是不会色了 是不是一下就发现 哎呀 舒服了 通了 就这个意思 来 第二个阶段 还可以用做什么来着 叫做实质性程序 这稿如果不讲案例 你去辩析吧 你绝对会混淆 搞不清楚为什么 怎么回事 到底啥叫风险评估 啥叫实质性程序 来 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个案例 一下就懂了 说2021年1月份 甲公司完成年度结账 结完账之后呢 那根据2020年的财务数据 编制了财务报表 把财务报表相关数据 给到了A注册会计师 我们拿到了1到12月份 全年的数据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都拿到了 那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 是不是要在收入这 重点的做工作呀 那怎么做工作 我们要找寻其中存在的 重大错报 那A注册会计师 把各个酒店 划分为不同的区域 比如说河北的 山东的 内蒙古的 新疆的 支持新疆棉花 是吧 划分为若干个区域 那划分完若干个区域之后 我们分别在每个区域之内 根据实际上本年度的门市价格 入住率一系列的指标 来对收入进行推算 会算吧 河北的算出来 北京的 天津的 上海的 推算出来往一起一加 那不就是全国的吗 会推算吧 什么门市价 乘以入住率 乘以客房总数 乘以天数 这些加在一起 我们通过一个公式 就能够算出来说 每个区域 这个收入 预计 应该是有多少 那算完了 算完之后呢 假设 我们假设 5000万 这是我们注册怪计师 推算的结果 好了 我先问大家 这个计算的过程 叫什么 是不是 对分析程序的运用过程 那算完了还不够 算完之后 咱们的目的不是 找中大错报吗 咱们去比一比 说来看看 说你被审计单位 今年收入的金额 一共有多少 那A柱子会是留意到 收入的总金额 和我们合理预期的金额之间 差距比较大 比如说这个 是咱们合理预期的 而现在 被审计单位 他确认的收入 假设 5500万 二者之间的差异 高达500万 而这个差异 我已经发现 它超过了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在实际做工作当中 我们就不能轻而易举的把它放走 要认认真认做研究 这个金额比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还要高了 比我们平时的那个警戒线 那个预警线还要高了 所以怎么办 进一步的做调查 那么怎么调查呢 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到被审计单位 说来 你看看 我推算出来应该是5000万 而且我合理预期的 各个区域加在一起的 根据公式算的 而你这账上圈了5500万 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请你给我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那实践当中 一般会让被审计单位进行自查自究 有问题的 有错报的 赶紧给我改 这叫分析程序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重大错报 并且要求管理层 主动的自行自查自交 然后进一步的进行 发现并更正 假设 我们发现的错报 最终已经都进行了更正 这个步骤做完了 那最后一个步骤到什么 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叫总体复合 如何经总体复合 假设 二某21年3月份 A注的会计师 完成了各个阶段的审计工作 而且在前期 把调查的 自查自究的 发现的 更正的这些错报 我们也都处理完了 那么处理完之后 假公司据此更新了一版本 2020年的财务报表 这也是我们发现错报 更正的目的 改善财务报表的质量 那么在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叫做总体复合 那A注的会计师 我们再运用一下分析程序 我们怎么分析 你看 我们预计的收入 应该是5000万 那最终 报表当中 把收入都更正完了 最后是4950万 这叫做更正后的 收入的数据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说这个数据 和我对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的了解 相互一致吗 那我突然发现说 门市价 下降了30% 入住率呢 基本维持不变 那收入 原则上应该相比于历史期间 应该是有所下降的 那现在你更正完了之后 发现是4950 那我大概看看 比历史期间下降了没有啊 我一算 果然下降了 下降的幅度呢 和我们前面所了解的信息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数据 在总体复合这个阶段 它过关了 我认为是合理的 那最终 如果用文周周的语言表示 就是在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些财务数据 和我们最初 对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的了解 相互一致 表明我们该更正的错报 应该都是更正了 财务报表当中的数据 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这个时候 我就放心了 我认为结果满意了 那最终最终 我可以出具审计报告 当然同学们 我举的这个例子当中 我是以收入为例的 其实做分析程序 是不是不光是收入 什么应收账款 费用 那么各个项目 是不是都在做分析 那么每个项目 做分析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风险评估 实质性程序 总体复合 好了各位同学 讲完这个案例 典例研习3-16 你是不是对分析程序 在实践中 是怎么用的这件事 了解的感觉 更加具体的一些呢 那这样的话 后面你再去学理论 整体会舒服很多 所以咱们来回顾一下吧 风险评估阶段 用分析 为什么 了解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 通过分析 然后我们能够找到 其中存在的 重大错报风险 实质性程序 这个阶段用分析 目的是为了 找寻重大错报 那进而被审计单位 可以对发现的 重大错报 进行更正 总体复合这个阶段 它可能已经更正过了 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咱们再来看一看 被审计单位的这些数据 那是否与我们了解 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当中 获得的情况 是相互一致的 有对问啊 说老师 这不是4950万 应该下降30%吗 那相比5000万 没下降啊 人家下降30% 是跟历史年度比 这5000万是注册块 是对今年的合理预计 所以你思路要清楚一点 别被绕进去 是吧 它跟历史年度比 如果下降了 大概下降了幅度 和我了解 被审计单位 集结环境当中 了解的相互一致 那就代表总体复合 财务报表当中的数据 具备合理性 理解了啊 好 这个案例 是今天给大家特意补充的 学完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 分析程序 没有那么夸张了 没有那么灰色了 理论上 它显得复杂 但实践中啊 不过如此 如果同学们 对分析程序还有问题 下去之后呢 把典力研习3-16 认认真真的 咱们再好好看一看 好了 有了这个做基础 做铺垫 你今天学这节课 我相信啊 会比你听旧课 比你历史上 在学这节课的时候 都顺畅很多 你不信啊 咱们来看 你每句话就发现 绝对 没有那么灰色 还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来一起看 第一个问题 分析程序的运用目的 包括哪三个环节 闭着眼睛说吧 风险评估 实质性程序 总体复合 没问题吧 下列关于分析程序的用法中 让我们选择正确的 能用在哪呢 风险评估 实质性程序 总体复合 控制测试 小金老师说过 不能用 所以答案选择 A B D 这三个选项 好 解析的部分 我不再原文读一遍了 各位同学 把解析认认真真的再看一下 同时结合下第二节 给大家画的那个表格 各个程序 运用在什么环节都要掌握 那接下来 咱们就来 刨丁解牛 抽丝剥茧 把每一个环节拿出来 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 先来说 用作风险评估 先看总体要求 说实施风险评估时 应当运用分析程序 但是并非每个环节都要用 比如说 了解被寻定单位 积极环境的内部控制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 一般就不运用 好了 这段话 又把大家读晕了 怎么办 别着急啊 通过脉络梳理 来梳理一下 刚才说过 分析程序的运用环节 一共包括三个项目 大家说 哎呀 小金老师你们还在说呀 这个环节说了好多好多遍了 目的是为了帮你记住 很多同学说 说上了考场之后 在那打机考 然后感觉 小金老师的英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和耳边 我就在他旁边碎碎面 说看到没有同学 这是个坑 感觉我就在旁边 这就是效果 所以我说的时候 你别嫌烦 跟着围棋说 三个环节当中的三分之一是什么 叫做风险评估 在风险评估这儿 我希望同学掌握两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 是注册会计师应当用分析 这个好理解吧 风险评估 了解被谁难为积极环境 发现风险 发现风险 你要动脑子吧 你说我不动脑子 我躺在那 我啥也不干 我就靠嘴巴问一问 我也不思考 我也不分析数据之间的问题 我就想发现风险 不现实 所以准则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叫做应当用 来各位同学 这是重点 考到这的概率超级高 不用不行 非用不可 所以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 应当用 等不等于 每个环节都用 等于吗 你注意啊 不等于 为什么 因为风险评估 我们说过 它叫了解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我们在第七章会给大家讲 说了解被审计单位积极环境 要了解方方面面 假如说这是被审计单位 我内部外部要了解很多很多的方面 是不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用分析呢 不是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环节 是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控 这也叫对被审计单位展开了解 而了解内控 了解的是规章制度政策程序 咱们前面就说过 了解规章制度政策程序的时候 那里面没有什么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系 可以让我们分析的 所以规章制度政策程序 那无非就是一些制度啊 手册啊 你阅读检查就行了 所以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内控的时候 往往就不用分析 所以告诉你这样一个结论 说分析程序应当用作风险评估 但是并非每个环节都要用 比如说风险评估当中的有一个环节 叫做了解内控 这个环节就不用 明白了吧 所以考试的时候 这段话要学会做辨析 通过这个脉络图 把这个逻辑关系梳理清楚 所以逻辑一定要清楚 学审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逻辑必须要清晰 好了 这句话大家理解了 这是考点 我希望大家这句话读三遍 真的重要 好 这是总体要求 第二个呢 咱们来看看具体运用 这个内容没有一句话需要大家背 听一下就行了 那甚至是你现在自己读都能读懂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酒店的那个案例 什么意思 你看第一个 关注一些关键的账户余额 趋势 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形成一个合理的预期 刚才不就形成合理预期了吗 入住率不变 门市价下调30% 预期收入应该要降低 这不就叫合理预期吗 然后和被审计单位的结果做比较 如果存在异常 而且管理层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证据的支持 那注册会计师就会认为说 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这个过程 不需要同学们去背诵 真的不需要 甚至阅读 我觉得读一遍就够了 但是刚才那个案例当中 就已经帮助我们评估出来 那家酒店 它的收入 可能有重大挫暴风险 什么认定来着 发生认定 所以第一段话就掌握到这 第二 说所使用的数据汇总性比较强 我们用的什么数据 你看 入注率大体降了多少 门市价大体降了多少 有变化吗 还是维持不变呢 汇总性非常强 没有到说北京呀 上海呀 广州呀 深圳呀 武汉呀 甚至没有到北京市朝阳区呀 海淀区 没有把数据分得分得很细很细 因为还在了解这个阶段 我们通过一些汇总的数据 从宏观上大概发现一些问题 所以这叫汇总性比较强 那么分析的对象是什么 财务报表中账户余额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折旧率 坏账率 毛利率 这都可以分析 只不过刚才咱们分析的是收入 收入的增长率 所以第二个 分析了一些指标 关系趋势异常 第三 使用的分析程序通常包括 对账户余额变化的分析 去年是多少 今年是多少 去年收入100万 今年收入120万 我一般就能够算出来 增长率是20% 这就叫做变化的分析 增长率的变化 这个在每个审计项目当中 几乎都是要做的 还可以辅置以趋势分析 和比率分析 趋势分析能画个图吧 折线图 比率分析能算个毛利率吧 所以以上这些 不需要大家背啊 能听懂了就行了 来目标 只有一个 是通过运用分析程序 我们来发现重大错报风险 好了 以上就是运用于风险评估 那么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我今年 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有益的一个尝试 就每年我是这样的 我先给大家把这理论都说完 最后我安慰大家 我说同学们 分析程序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其实实物当中呢 它是这个这个这个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那时候大家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学理论已经学懵了 所以今年咱们换了一下 先用一个实物案例 带着大家了解一下 哦原来这是分析程序 再看理论 真的就不复杂了 所以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啊 这算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来 第三 说用作实质性程序 目的是什么 找寻 重大错报 关键是怎么找 咱们先来看总体要求 这句话说 说当使用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 更能够有效的将认定层次的检查风险 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可以单独 或者结合细节测试 运用分析程序 但是呢 没有要求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实质性程序中 必须使用分析 但是读完这段话 你又晕了 无所谓啊 咱们一起来通过脉络图来梳理一下 你就清楚了 我们在前期给大家介绍过 我说我们审计当中 做程序的时候 大概有这么一个脉络 说我们要做风险评估 在此基础上 我们做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包括几种来着 两种 一种叫做实质性程序 另外一种 叫做控制测试 而实质性程序中 又包括两种 一种叫做实质性分析 而另外一种叫做细节测试 这个框架呢 各位同学都是清楚的 什么时候真正学这些理论呢 在第八章 所以今天呢 简单了解一下 你看 实质性分析这个程序 你刚才明白了 通过公式 对数据进行加工 然后和被审计单位 算出来的结果做对比 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 那建议被审单位 做进一步的调查 如果有错报 我们及时的做更正 我们刚才用酒店 入住率 北京 上海 分区域 加在一起得全国 这个过程给大家展示了 这叫实质性分析 我们对酒店收入 做了实质性分析 那什么叫细节测试呢 它可能比分析程序 要更关注细枝末节 我举个例子 说酒店收入这个除了用公式给我算出来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有啊 最简单的 你跑到每个酒店去 说来 把你的那个pose机给我拿出来 或者说来 把你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 顾客在你这支付款项的记录 给我调出来 把你后台开的那些发票 存单给我拿出来 干嘛呢 我不做分析 我不去用数学公式做计算 这发票不是吗 我就一笔一笔看 那pose机的刷卡记录 我一笔一笔查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这个程序叫什么 叫检查程序 叫询问程序 我用这些 是不是也能够对收入 做相应的验证呢 也能够去验证 收入的发生认定 收入的真实性啊 那这些你发现了 细枝末节的程序 叫什么 叫细节测试 是不是相比于分析程序 他可能更关注那些 鸡脚嘎啦 细枝末节 更综合性的运用了 什么检查程序啊 什么观察程序 询问程序等等 那当然时间当中 有的时候还会发寒症 所以大家理解没有 这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能理解吧 好 如果能够听懂的话 咱们来看一看 那么分析程序 就可以运用在 实质性程序当中 假设这是圈一 这是圈二 那问问大家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我既可以用分析程序 也可以用细节测试 或者把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结合在一起用 没问题吧 那得一个结论 说分析程序 用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我问大家 是可以用 还是应当用 你选哪个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是可以用 而不是应当用 没问题吧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 需要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要点 第二个 除了可以用以外 那我问大家 是不是实质性分析 天然的就没有细节测试 那么给力呢 因为我一看 人家细节测试 一张一张查发票 一张一张看流水 是不是实质性分析 天然的低人一等 你注意 不是 或者我再给你一个说法 说其实 实质性分析程序 就是对细节测试的一种补充 说细节测试 打主场 我给他打辅助 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 我喜欢说一句话 叫做谁好用用谁 换言之 有的时候 分析程序好 咱们用它 有的时候 细节测试好 咱们用细节测试 有的时候 二者综合在一起好 那咱们就一起综合 所以谁好用用谁 所以未来考试当中告诉你了 说实质性分析 就是不如细节测试 能够更好的应对 重大错报风险 错的 他看人低了一等 有人说 实质性分析程序 本质上就是对细节测试 一种补充 也不是 人家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和独立的用处 你看酒店这个例子 就特别好 实质性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效率高多了 你一笔一笔查发票呢 我早把那个金额 给你算出来了 我的工作可能都做完了 你还在那一张张看发票呢 当然有的时候 细节测试 可能比实质性分析程序 要更好 比如有的时候 你没法分析 没有什么规律 建立不了什么数学的关系 那那个时候就用细节测试 所以记住 结论是 谁好用 用谁 好 这一页有一定的理解难度 但是通过抽丝剥茧逻辑梳理 我们把这页的PPT的关系 给大家梳理完了 所以各位同学 学审计还是那句话 必须有逻辑 这个太重要了 那回过来 再看这段话 你就好理解了 你看 有的时候分析程序 比细节测试 更能够应对重大错报风险 更能够把检查风险降低 那我就可以单独用 或者结合在一起用 所以答案就是 可以用 记住啊 准则有没有要求 注册管理师 必须用呢 没有这个要求 那我再问大家一下 在风险评估当中 是可以用 还是应当用来着 还记得不 叫应当用 这是考点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好了 总体要求 咱们就说到这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 那么如何去设计 和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我们的考虑因素 包括什么 这个地方是难点 比较难 咱们先来建立 宏观的层次 这个层次 一共要考虑的因素 包括四项 跟我一项上来看 第一项 叫做对特定认定的 适用性 第二项 叫做数据的可靠性 第三项 叫做预期值的准确程度 第四项 叫做可接受的差异额 这四项 首先把大家就听懵了 为啥听懵了 你看这四项 没有一个词 说的是人话 满篇中国字 不说中国话 但是一个坏消息是 要背 这四项 各位同学 得把它给我背下来 因为本身 它就有可能 考你多选题 这四项该如何理解 我通过举例的方式 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 你看 其实刚才我们酒店的那个例子 把这四项已经穿到一起了 第一个问题 我要不要用实质性分析呢 我上来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用还是不用 在酒店的那个例子当中 结论是我可以用 为什么要用呢 方便 有效率 而且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我要用 那用它来解决营业收入 或者酒店收入的发生认定的问题 所以这句话把它总结成我们准则中的术语 就是它对于这个认定 它的适用性怎么样 所谓的适用性 就是如果适用 咱就用 如果不适用 咱们想别的办法 可以咱们去做细节测试 不做实质性分析 在酒店这个例子当中 那就是它好用 它适用 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咱们要用 这就第一点 所以别想它太复杂 跟着我把它先听懂 第二点 如果咱们要用了 咱们是给建立关系 形成我们的预期 那么我们在建立关系 形成预期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有数学的公式 要有逻辑的关系 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原始的数据 能够帮助我们做分析和运算 所以第二步 咱们要去找数据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数据可靠吗 所以我们要看 数据是否具备可靠性 如果数据是可靠的 那算出来的东西可能才准 如果数据是乱七八糟的 或者数据是缺失的 那我没法用分析 所以第二步 咱们要考虑数据可不可靠 也懂我 也好懂吧 来第三步 有了数据之后 把数据进加工运算整合 那形成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叫做 我们注册快递是形成的预期 在刚才酒店那个例子中 我们形成的预期是 我们认为全国所有的门店 加在一起 收入应该在5000万左右 这不就是咱们注册快递的预期吗 然后拿着这个预期 再跟被水难为的数据来做对比 所以第三步 有了数据之后 加工成米饭 那如果数据是米 那么那碗米饭是什么 就是我们注册快递形成的预期值 那么预期值是否准确 预期值是准确的 你这个分析程序才有意义 如果你自己做出的预期 那本身偏离就比较大 不靠谱 那么你做分析程序 那可能意义就打折扣 这第三个 第四个 形成了我们的预期值 比如说例子当中 我们刚才说 这个酒店的收入5000万 那你被水难为的金额是多少呢 5500万 做对比 二者之间有差异 那我来想想这个差异 差得多吗 差了多少呢 有多少的差异我能接受 有多少的差异我不能接受 要被水难为进一步去做调查呢 所以第四步 我要确认一个我的容忍度 这叫做可接受的差异额 那我问大家 可接受的差异额 其本质是不是就是一个容错度啊 这个容错度在咱们审计当中 有没有标尺标杆 有吧 第二张学过叫啥 重要性 我们用重要性来衡量它不就行了吗 那给你几个选择吧 第一个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用在这儿行不行 第二个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第三个 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 用谁 首先 明显微小错报的临界值 这咱们排除了吧 为啥呢 因为它告诉我们说 哪些错报不需要累积 微不足道 鸡毛蒜皮 实践当中的那个数据 那个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可能就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 而实质性分析程序 你知道啊 毕竟是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 不像细节测试 一笔一笔看发票 它算出来那个金额 如果用实质性分析程序的那个差异额 去跟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去做比较 那注册快师别干工作了 那实践当中全是差异 差个一点点 你也纠结的不行 那能不能用那个最大的呢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不行吧 因为我们在实时计计的做工作 那个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是我们最终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看的 我们说过 我们取法于上所得为中 所以实际做工作的时候要更严谨一点 所以我们做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们在实打实的做工作 不可能拿那个最高的最高的那个警戒线 过来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所以用谁 一般在实践中用的就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思前想后用它最合适 它呢 正好也不像报表整体重要性那么高 同时呢 也不像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那么小 所以用它来做工作呢 最具有指导意义 所以你看啊 实质性分析程序 本质上的步骤就包括这四步 好了 这四步大家首先跟着我把它听懂 听懂之后呢 要背 这一二三四这四点啊 倒背如流 最好做到说梦话的时候都说这次条 这样的话你就学好了 那接下来关键是痛苦的还在后面呢 因为每一条都要展开说 所以大家啊 这个宏观的这个框架 首先要把它掌握好 然后再说其中的席之末节 先来说四分之一 对特定认定的适用性 什么意思来着 好不好用 好用我就用 适不适用 适用我就用 所以第一个来看适用范围 什么时候适用呢 答案是 在一段时间内 存在预期关系的大量交易 来我解读一下啊 首先存在预期关系 这叫做有逻辑 没逻辑的没法用啊 什么叫大量交易啊 叫做可预期 因为一笔两笔建立不了什么关系 那没法用 而大量的交易给我们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所以澳原来有逻辑可预期的 咱们就喜欢用 那接着来看影响因素 认定的性质 有些认定就好用 比如说酒店的这个营业收入 有的企业租金的收入 或者他把钱存到银行产生的利息收入 这些相关的认定那就好用 为什么呢 利息收入 本金乘以利率不就等于利息吗 租金收入 单位租金乘以面积乘以租赁期 那不就是租金收入吗 可预期有逻辑 这第一个 有些认定他就好用 第二个 说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结果的影响 我评估一下重大错报风险 是什么项目的什么认定 那么这个水平高还是低 是我单独用分析 还是把分析和实质性程序当中的细节测试 结合在一起用呢 这要考虑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第三 针对同一个认定的细节测试 可以单独用 可以结合在一起用 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的时候分析程序没法用 那就用细节测试 有的时候细节测试用起来不方便 不好解决问题 那就用实质性分析 那么本身之间呢 产生一个互补 或者在另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我们这儿还有条别的路 可以供你走 所以这就是用还是不用的问题 针对这个啊 我希望大家要听懂 要理解 然后给大家加了一个解题高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66页 告诉大家 说对于实质性分析程序的适用前提 各位同学要把握两个要点 第一个 什么叫做预期 所谓的预期是有规律 有共性 可推算 可分析 而不是个性的 不是独特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 今年一笔 明年一笔 后年一笔 但是每一笔和每一笔的政策和批文都不一样 你能用分析程序吗 答案是不能的 因为不可预期 没有逻辑关系 它是个性的 是单独的 而不是共性的 不是有规律的 第二 如何理解大量的交易 所谓的大量交易是频繁的是经常的 而不是偶然的 不是随机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在实践当中 处置无形资产所产生的利得 那这个是大量的吗 不是 那企业可能隔三差五 隔三年差五年 才有那么一笔处置无形资产 所以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利得 一般来说就不用分析 用啥 用细节测试可能会更好 你直接去检查 去重新计算就行了 那不需要用分析 建立什么关系 形成什么数据的预期值 那因此啊 这个解题高手帮助大家解决的是 如何理解分析程序 能用不能用 好用不好用 然后啊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说再去确定 实质性分析程序 对特定认定的适用性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 A 说在一段时间内 是否存在可预期的大量关系 选不选 当然要选了 只有可预期 大量的 那么它才适用 对吧 所以A我们要选 B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重大错报风险到底是什么认定的什么风险 那么就决定了分析程序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所以要选 C 针对同一个认定的细节测试 我说过啊 在实质性程序当中 有细节测试实质性分析 那么它们两个到底是一起用还是单独用 对于这样的一个报表项目当中的某个认定 细节测试能不能达到测试的目标 需不需要用实质性分析程序和它一起结合使用 或者分析程序比细节测试 在这种情况下更好用 那我们就要用 所以C选项也要选 B 数据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可预期关系 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咱们才用分析程序 才好用 有逻辑 有规律 所以这道题答案选择的是 A B C D 四个选项 这道题啊 如果是死读书的同学 我说一下 如果你死读书 答案是一定会做错 你上了考场肯定会错的 你不要说老师我平时没错 平时没错是因为讲义在这放着呢 你不错 但如果上了考场你真的会错 为什么 你对着这选 说你看我看这影响因素这 有的我就选 没有我就不选 这要死读书 而我刚才给大家强调的是 跟着小金老师学审计 必须要强调 理解加记忆 综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做题才能准确 你比如说这个A 这个D 这影响因素这根本就没写 但人家是定义啊 是前提啊 是不是背后的根本的关系和逻辑原理啊 所以A和D也要选啊 所以这我写了个陷阱提示 同学们 你不能只盯着教材的原文 否则容易漏选 一定要从原理的角度去做分析 所以各位同学 书一定要读活 怎么把书读活 就是平时上课的时候 我在讲原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认真听 这个就非常重要 好了 咱们再来看个题 这要题是2010年的多选改编的 问你说 说下面这些报表项目当中 哪些适合用实质性分析 那就记住啊 就是可预期的大量关系 有规律的 可预期的 共性的 频繁的 而不能是个性的 偶然的 随机的 没规律的 A 无形资产出之利得 不太适用 这三五年可能才一笔 所以不选 利息支出 这本金乘以利率 不就是利息吗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选 捐赠收入 太偶然了 除非你说 我是中国红十字会 但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捐赠收入 对企业来说 不是每天都在捐赠 偶然的 随机的 个性的 而不是共性的 房屋租赁收入 单位租金 乘以一个租赁面积 乘以一个租赁天数 这不就是租赁收入吗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和D 这两个选项 好了 那以上 我们就把分析程序的 适用性这件事 给大家说完了 说完之后 来到第二步 叫做数据的可靠性 那数据是否可靠 如果数据越可靠 我们能够建立的预期 才会越准 分析程序 才会更有效 那么影响数据可靠性的因素 包括哪些呢 一共包括四项 我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你背一下吧 如果你不背的话 考试容易混淆 当然我说背 前提是 我先带着你来理解一下 什么意思 第一个 说可获得信息的来源 我举例子 比如说一个数据 它来自于外部的 独立渠道 和来自于 被审计单位内部 哪个你认为数据更可靠 建立的预期值 会更准确呢 一般来说 是不是外部独立渠道的 比内部的信息 被审计单位给你提供的 会更可靠一些 那可靠的数据 我做分析程序 就更靠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可获得信息的可比性 这话啥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行业 它所处的叫做 宝石 珠宝行业 但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 所处的可不是这个宝石 金银首饰的 这个一般行业 我们专门做的 就是这个祖母率 好 那我们大家 现在两个数据 放在你面前 一个是宝石行业的 一般数据 另外一个是这个 祖母率 这个细分行业的 专业数据 我问你哪个数据 更可比 更可靠 你用起来 建立预期值的时候 更准确呢 是不是 专门行业的专门数据 就比一般行业的 通用数据 可比性更高 可靠性更高 好理解了吧 所以这儿一定要听 例子 否则你读吧 你要想 啥叫可比性 不懂 所以如果你现在 听懂了 你就知道了 哦 这个例子就 很好地证明了 啥样的数据 更可靠 第三个 说可获得信息的 性质和相关性 这个也能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 性质和相关性 以性质为例 比如说 我们的数据 是不是经过了审计 如果一个数据 经过了审计 那在性质上 他就得到了一些验证 他经过了一些检验 那么这个数据 就会更可靠 那么建立的预期值 就会更准确 分析程序 就会更有效 这就是数据的性质 是否经过审计 这不就是性质吗 第四个 与编制信息相关的控制 如果一些信息 是被人单位内部生成的 规章制度有效 和规章制度 存在薄弱的情况下 那当然有效的时候 数据会更可靠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延伸的结论 说当针对评估的风险 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的时候 如果使用被审计 单位编制的信息 注册会计师 可能需要考虑测试 与信息编制 相关控制的有效性 不是必然 但是我们可能要考虑测试 因为当内部控制有效的时候 这个信息可能会更靠谱 所以1234 影响的是数据的可靠性 理解的基础上背下来 因为这儿 考多选题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 四分之三 评价预期值的准确程度 数据有了 要把它通过加工运算分析处理 变成我们的预期值 那预期值准不准呢 准还是不准 谁说了算 不是你也不是我 而是客观事实说了算 预期值越接近真实值 那么它就越准确 越准确分析程序就越有效 那么影响预期值的准确程度的因素 包括什么 又有三个 反不反 太反了是吧 那没办法 这个地方呢 也需要大家背 为什么需要背 因为考试出来让你多选 让你变息 这给你调两个 这给你调两个 混在一起 所以大家先理解 再记忆 你别着急啊 等一下我再给你梳理一下 但是呢 先听懂 说评价预期值准还是不准 第一个 说对实质性分析程序预期结果 做出预测的准确性 能读懂吗 我告诉大家 就这句话 我都觉得是整本审计教材 就说的很奇怪的一句话 我问你 我说预期值准不准考虑什么 他说考虑对实质性分析程序 做出预期结果的准确性 这不自问自答吗 这是不是标题和这句话是一个意思呀 这为啥呢 翻译的问题 这国际准则翻译过来的时候 没有翻译的特别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语言的习惯 这不就是吗 你看我问你 我说什么影响它的准确性啊 他说准确性影响准确性 这话不等于没说吧 那第一点到底想说啥呢 其实他想说的是 我们分析的这个对象到底可不可预测 你写在这啊 可不可预测 如果他可预测 那就说明预期结果能够做出预测 那预测值可能就会更准一点 有些事不太好预测 那预期值可能就不那么准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我姐姐呢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喜欢坐地铁 然后她跟我说啊 她这个人有强迫症 然后每天地铁呢踩着点 她说每天算好了 早上的时候 比如九点十分 一定会有辆地铁 比如到东志门地铁站 然后下一辆呢隔七分钟 所以她每天出门都算好时间 然后吃好早饭 从出家门那一刻开始 走到地铁站 正好去赶那个九点十分的那班地铁 这叫可预测 因为时间是比较规律的 那预期值就比较准 大概就九点十分前后 那如果我姐姐去买股票 那个股票可能今天这样的 明天这样的 那就不太好预测 预测值呢就不太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啊真的 你是胡伦吞吞吞的你读一遍 我给你念一遍 可能就糊弄过去了 但我不太想那样 就这句话确实确实 必须要给你解释一下 否则就自问自答 循环论证 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 就可不可预测的意思 第二个 叫做信息的可分解程度 什么叫信息的可分解程度 就是信息越可以被分解 那么预测值可能就会越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让你去预测那个酒店 在中国的酒店收入 你直接用中国的 说多少门店多少入住率 用平均入住率 乘以平均的单价 这么算出来的 我问你更准呢 还是把它分解 中国的来自于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然后加在一起算出来一个总计数呢 我问你哪个更准 当然这种更准了 能不能比它还准呢 可以啊 北京 朝阳区 海淀区 东城区 西城区 上海呢 普陀区 静安区 黄浦区 同样的道理 信息被分解的越细 那么做出的预测值可能就越准确 好理解了吧 所以一定要解释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说胡伦吞枣 带你读一遍就过去了 必须要把每句话是什么意思 跟你说清楚 这样的话你学起来才不难受 第三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可获得性 这话也不太好理解 啥意思呢 如果有些信息你能够获得 有了这些核心数据之后 你才能够做出预测 如果有些信息不能被获得 商业机密 或者干脆那些信息 在市面上通行的数据库中 你找不到 那你做出的预测值可能就要打折 如果有些信息能够获得 能够观测 那么做出的预测值就会更准 所以以上 一二三这三项 影响的是预测值的准确度 各位 一定要认真听啊 你这地方不要走神 刚才有学说 说我现在在运用分析程序 我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 小金老师有姐姐 第二个小金老师姐姐住在东直门附近 第三个啥啥啥 你这个分析程序用的倒是挺好 但是啊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那事实上呢 我姐根本不住在东直门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这个分析程序的预测值就不太准 理解了吧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 来接下来咱们来说 第四点 可接受的差异额 什么叫做可接受的差异额 首先 由我注册会计师做出的预测 同时 有被审计单位的假公司 他已经记录的金额 两解之间有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我能接受吗 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个容错度 那么这个容错度 在实践当中 刚才也说过了 通常不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各位 这是重点 一定一定把它给我掌握好 叫做通常不超过 接下来 影响可接受差异额的因素 第一项叫重要性 这还用解释吗 不用了吧 为啥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不就是对重要性的运用吗 所以考虑因素 要考虑重要性 那个重要性就包括说 一档错报单独 或连同其他错报 导致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那么这件事 是我本身就是用重要性来衡量的 第二 计划的保证水平 来 咱们来推理一下 计划的保证水平越高 那我问大家 你确定的可接受的差异额 是越高 还是越低呢 答案是什么 告诉我 计划的保证水平越高 是不是越严格呀 越严格 你确定的可接受差异额应该越低 没问题吧 来 第三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来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那你在获取审计证据的时候 是不是就越严格 可接受的差异额就要越低 要学会做推理和分析 好 以上这三项是影响可接受差异额的考虑因素 讲到这儿 咱们把实质性分析程序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咱们来看个题 这要题是2016年的多选 特别好 来做一做 说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实质性分析程序可接受差异额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有 A重要性要不要考虑 要啊 一般来说就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了 B 预期值的准确程度 有没有人选B 选B就糊涂了 因为预期值的准确程度和可接受的差异额都属于那四项因素当中的一项 它们是平行并列的关系 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这就是迷惑你的坑啊 所以它不能选 C 计划的保证水平越高 可接受的差异额往往越低 D 一项错报 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这不用重要性来衡量的吗 同时啊 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就叫风险啊 是不是叫风险 重大错报风险不就指这个吗 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要不要选 要选 所以这道题 答案选啥 A C D 三个选项 好了 各位同学 学到这儿呢 把实质性分析程序 我给大家说完了 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放了一个解题高手 在67页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咱们一起来看 实质性分析程序 几项考虑因素来着 来 你不要嫌难 你跟我说 这个东西啊 就是反复反复再反复 熟练熟练再熟练 一起来说几项 答案告诉我 四项 哪四项来着 反复重复 第一项 对特定认定的适用性 然后我在解题高手里给你总结了 什么叫适用性 就是能用吗 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影响它的因素是什么来着 可预期的大量交易 记得吧 影响因素包括三项 什么特定的认定 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什么针对同样的一个认定 细节测试如何 第二个 数据的可靠性 几个影响因素来着 四个 数据靠谱吗 四项影响因素 下一个 预期值的准确性 它解决什么问题 能分析准吗 几项影响因素来着 记得吗 还是要反复啊 三项 还有最后一个 可接受的差异额 三项 可接受差异额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总结了 有差异大吗 能接受吗 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有逻辑关系的 然后每一个其中的细节项目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背 当然 这要记住啊 加上理解 一定要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背 因为考试你也发现了 有的时候人家不给你出教材原文 是不是有时候靠你理解呀 来我现在随便说一个 你帮我来判断一下 我说信息的可分解程度 影响的是哪个 影响数据的可靠性 影响可接受的差异额 影响什么 影响预测值的准确度 你背了没有 你没背吧 为啥你能够答出来呢 因为你理解了 你听懂了 想想是举过例子呀 信息越可以被分解 预测值往往会越准 这就是理解的魅力 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背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不断的给你梳理 目的就是为了 希望你能够学得更活一点 说完了第三步 最后咱们来说第四步 第四步比较简单啊 大概十分钟 我们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课前休息了 叫做用作总体复合 用作总体复合 咱们先来说总体的要求 这件事 叫做为了使得 财务报表整体 是否与被审单位的了解 相互一致 我们要对他得出一个证据 得出一个判断 那么在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 应当运用分析程序 我说应当 就是必须用不得不用 于是解题高手 第六十八页 我们做了一个总结 学到这儿啊 你要跟着我想想 说分析程序 用作几个环节来着 别嫌烦 第一个 风险评估 第二个 实质性分析 第三个 总体复合 来一起来分析一下 风险评估 是应当用 没问题吧 实质性分析程序 是可以用 总体复合 应当用 最后再给你一个 控制测试 是不用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未来考试问你 说应当运用分析程序的 第一个和第三个 那么分析程序 可以用在什么环节呢 这些都可以用 分析程序 不用在哪呢 控制测试不用 所以啊 这一页 别看简单 但是考出来之后 还是蛮多同学都会出错 所以这是我们解题高手 第六十八页 帮大家总结的 希望给大家以帮助 接下来 咱们来说说 总体复合这个阶段 我们在酒店的例子当中 也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为了在清扫战场 最后一眼的时候 咱们再来确定一下 这张报表 经过更正了 经过我审计了 和我对被审计单位 积极环境的了解 相互一致了吗 还有没有问题呢 那咱们对比对比 和前面有什么不同 先来和风险评估对比 相同点是什么 程序的手段基本相同 都是分析 看数据 找异常 看关系 看指标 不同点是什么 时间不一样 风险评估在前期 或者贯穿时钟 而总体复合是 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这时间不同 重点也不一样 风险评估的目的是 为了了解被审计单位 集结环境识别 和评估重大错保风险 而总体复合的目的是 为了使得 报表整体 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是否一致 对它得出证据 所以重点不一样 使用的数据的数量 和质量 也不一样 为啥 你看 在风险评估这个阶段 是不是很多工作 可能在早期啊 那么数据 他所拿到的那些数据的范围和质量 相比于在临近审计结束的时候 你说哪个更深入 相当于一个 刚开始相亲 另外一个 都已经七年之痒了 谈恋爱都谈得 彼此已经相见不如还一样了 是吧 那当然在后者的时候 总体复合这个阶段 数据 质量 数量 相比于风险评估那个阶段 会更深刻一些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理解啊 你不能光看 不能光背 这是真的是不行 必须要能够懂 审计在说什么 咱们再把总体复合 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拿出来做对比 不同点在什么 实质性分析程序 更详细 更具体 而且 总体复合 更加集中在报表层次 而实质性分析程序 是不是往往集中在认定层次 去获得一些证据 然后找寻重大错报啊 而总体复合呢 就报表层面看一看 有没有问题 最后呢 大概在收收尾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页不需要大家背 但是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在单选多选中出题 最后一个问题 再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如果我们运用分析程序 进行总体复合 发现说 哎呀好像还是不太对 怎么这个还是这个指标 有点异常呢 这都临界审计结束了 怎么还有问题 那我们要重新考虑 全部 或者部分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风险的评估结果是否适当 然后在此基础上 看一下以前的审计程序是否充分 是否有必要去追加审计程序 那这时候就发现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解决问题 就这个意思 咱们来看个题目 2017年的单选 下里有关于注册会计师 在临近审计结束时运用分析程序的说法中 让我们选择错误的 我告诉大家 我这种题做的时候先要定位 你现在内心告诉我 这是三个阶段中的哪个阶段 临近审计结束时 那叫总体复合 这个阶段是吧 最后查漏补缺那个阶段 刚才有同学说叫回头看这个阶段 这也挺形象的啊 挺好 我记住了 这就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回头看 这说的不错啊 快结束的时候 回头再看一看 哪些不对 A 注册会计师分析的重点 通常集中在报表层次 没问题吧 因为总体复合嘛 大体上在扫一眼 B 进行分析的目的是在于识别 可能表明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异常变化 这不是风险评估的目的吗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看一下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整体 与我们的了解是否一致 而不是为了评估风险 C 说采用的方法与风险评估中 使用的分析程序基本相同 都是靠分析指标数据趋势 找异常找关系 是对的 D 注册外计师进行分析 并非是为了对特定账户和披露 这叫认定 提供实质性的保证水平 这是什么 实质性分析程序的目的 而不是总体复合的目的 因为它针对的是认定 提供合理保证 就是为了去发现有无重大错报 所以D是对的 人数并非是 所以你看准了 别并非没看到 认为这个话说错了 一定要认真 选什么 选错误的答案选B 这道题啊 我又想 毅力竞附题了 你真的问问自己 改成多选 你还能做对吗 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不要特别高兴 说我做对了 改成多选 还能不能做对 这才是核心 这道题如果让你选择说 正确的有 答案选A C D 这三个选项 你能不能把它做对 好了 大家呢 可以把解析 再认真的读一读 最后就这个 典力研习3-16 你现在啊 在课间休息这五分钟 把这些课的内容学完了 你过来再读一遍3-16 我相信你会有更深的体会 你会发现啊 分析程序 三个环节 通过这一个案例 给大家串在一起了 如何用在风险评估中 如何用在实质性程序中 如何用在总体复合中 然后进而理论加实物 分析程序这一节 学的就比较立体了 那今年我们是这么讲的 比往年讲的应该是更细一点 多讲了大概一刻钟九的时间 时间就花在了这个案例上 但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你们应该也有体会 经过这一节的学习呢 我们就把教材的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分析程序给各位同学 讲完了 课间的时候 大家休息一下 有空的同学呢 看一下这个案例 然后 下去之后的一个课后作业是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部分 用在实质性程序当中的那些考虑因素 自己画一封脉络图 梳理一下 就会更清晰 然后该背的东西 要背 好了 各位同学 第三章我们就学到这了 我们课间休息一下 下节课我们来讲解第五章 这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